隨著天氣越來越炎熱 蛇蕾的活動力也更加旺盛 台東縣府農業處近期透過了協力廠商 捕獲三條的鎖鏈蛇 牠不但有毒性 攻擊範圍大 還會攻擊人類 民眾如果遇到的話 千萬得要小心 鎖鏈蛇在箱子裡扭動身軀 不時吐蛇罰出絲絲聲 讓人看了頭皮發麻 特別叮嚀要小心 因為鎖鏈蛇個性兇猛還具有攻擊性 尤其牠們將身體盤起來時 彈跳攻擊範圍 可以瞬間變成身長的兩倍 隨著近期溫度越來越高 蛇類也進入頻繁活動的季節 台東縣府農業處近期 就透過協力廠商捕獲三尾鎖鏈蛇 在郊遊平科大學生 送回學校做研究 基本上都是在太平溪跟智文溪附近 民軍幾天有一件 也每天都會有這樣 鎖鏈蛇為台灣六大毒蛇之一 神性兇猛攻擊範圍也最大 人類若不慎被咬傷 可能會引起全身性出血 以及急性腎衰竭 不過民眾見蛇也別驚慌 保持距離趕緊通報就是上策 記者 劉林鄉 台東報導